第2781章大变故 一家、魏家、昆仑道场三家还在密谈的时候 神秘岛屿就出现了新的变故 岛屿上空的苍穹突然被撕裂 一道直径过万米的传送阵出现在了上空 这一刻 岛屿上的所有人 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个传送阵上面 这传送阵 通向极其遥远的域外星空 云青眼感受到了 传送阵弥漫出来的苍茫气息 传送阵的另一边 距离三都傲到了 无法用里程衡量的地步 节节节 哈哈哈哈 节节节 舒的 无数恐怖的笑声 从传送阵里面传了出来 哪怕是云青眼 听到这些笑声的瞬间 都感到一阵头皮发布 假一刻 一团又一团的黑烟从传送阵里面飞出 吃血肉的气息 多少万年了 我都记不起上一次闻到血肉的气息 吃在多少万年以前 无数黑烟 树野鼠不清的黑烟 每一团每一缕都是一个生物 暂发着邪恶气息的生物 几乎同一时间 笼罩整个岛屿的幻境消失了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岛屿 变成了一具巨大的尸骸 老饕铁的尸体 岛屿怎么变成老饕铁的尸体了 无数人惊呼 这些来自神地及势力的人 几乎都是见多识广 所以很多人第一时间认出了尸骸的本体是什么 龙坤半生之地 为何变成老饕铁的作画之地了 如果没有龙坤 那此前的幻境怎么解释 我们再早之前得到的精血又是怎么回事 还是说这里不仅有龙坤 也有作画的老饕铁 除了云青年外 老饕铁尸骸上面的人心里都出现了疑惑根部解 啊啊啊啊 那黑烟里面的生物 是 是玉外魔魂 猛的 有上百到七粒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被黑烟包裹的上百到身影 还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化为了白骨 它们的生机 血肉被玉外魔魂吞噬得一干二净 为何会出现玉外魔魂 神界的土壤 不适合玉外魔魂生存 除非有人将它们从玉外召唤而来 龙坤没那能力 莫非是老饕铁 他根本没死 所以将玉外魔魂召唤来了 饕铁跟玉外魔魂一样都是至邪至恶的存在 成长到一定层次的饕铁 更是能召唤 豢养玉外魔魂 此时此刻 一家的一星投影 为家的魏如雪投影 昆仑道场的吴春飞投影 金金宇投影 全都皱起眉宇 陷入了深思之中 约莫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些人几乎同一时间回过神来 这些玉外魔魂 都是老饕铁生前患养的 所以才能一下子被阵法召唤而来 如果没意外 老饕铁并未真正作画 死的只是他的躯壳 真正的他 已经夺射了幼年的龙坤 这些人 不愧是神界最高层次的势力的继承人 见到玉外魔魂之后 就马上推测出了诸多信息 节节节 就在这时 失海坐落的地底深处 突然响起一道无不恐怖的笑声 这声音仅仅听人 就能让人灵魂颤力 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没想到本座复活之日 会有这般丰盛的极品 若无意外 你们都是神帝之后吧 哪怕只是投影 都能给本座带来血脉上的压制 也亏了本座夺射了龙坤 否则今日只怕要栽在你们手中了 阴森的声音 充斥于天地之间 也回旋于所有人的灵魂之中 老涛帖夺射龙坤 这消息一旦传出 必然会轰动整个神界 哪怕是神帝 都会第一时间出手将老涛帖抹杀 因为夺射了龙坤的老涛帖 未来潜力太恐怖了 恐怖到 有可能威胁到神帝 一心 魏如雪 吴春飞 晶晶雨 等人的投影 都第一时间面色大变 而后就要将事情传回祖里 但还不等他们传讯 他们的面色又都沉了下来 因为这片天地被阻隔了 不仅无法传讯 甚至连他们的本体 都跟投影失去了联系 讲通知外界 节节节 你们只怕要失望了 为了今天这一亿 本座可是布局了百万年 怎么会容许你们传讯到外界 今日 你们所有人 都是本座复活的祭品 老涛帖阴森森的说道 声音响彻天地 而狼们 听本座号令 吞噬所有你们能吞噬的一切 老涛帖又发号司令道 多谢主人 节节节 哈哈哈哈 多谢主人 好鲜美的血肉 好美味的生机 多少万年了 终于等到大饱口福的一天了 无数黑烟涌动 如果有修为足够高深的人用神石细数 就会发现 此时充斥的域外魔魂数量 达到了恐怖的数十一指 云青年此时已经来到了 老饕餐狮孩的头颅上面 属于狮孩的最高点 按理说 栖身于这个位置的云青年 应该会成为域外魔魂的靶子才对 可诡异的是 没有一只魔魂靠近云青年 仿佛云青年身上散发着 让他们无比厌恶 又或者是无比恐惧的气息 没想到我的体质 连域外魔魂都能免疫 云青年低声嘟嚷道 这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云青年之所以敢留下来 面对夺射了龙昆的老饕餐 是因为云青年有一个 不具老饕餐的底牌 云青年是先天无上混沌体 他们就是吴春飞跟金金语 就在这时 云青年突然看向了高空区域 有两道气息尊贵的身影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拜见吴师兄 拜见金师姐 昆仑道场的来人 都第一时间拜见两人道 紧接着 魏家的魏如雪 一家的一星也都出现了 他们四人没有急着 对域外魔魂出手 而是悬浮于空 对着无尽虚空说道 来都来了 还打算继续藏头落尾吗 没有回应 还几个呼吸过去 还是没人回应 老涛铁夺射龙坤 并且召来域外魔魂 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料到的事情 若我们不联手 极有可能就会折在这里 现在还藏着掖着 可不是聪明人的做法 第2782章 昆仰谷 魏如雪 吴春飞 金金宇 以及一星四人的投影 冷冷直视着正前方的虚空 此时距离他们话音落下 已经过去了十个呼吸的时间 这十个呼吸的时间内 他们没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回应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黄雀在后 你们究竟是贪婪还是愚蠢 魏如雪的投影 忍不住又轻哼了一声 而此时 云青年的目光 已经锁定了一星的投影 云青年脑海浮现出了 还在东方宇宙时 刚踏入天境的画面 八那时候的他 被一星强行带入次元空间里面 那时候的他 在一星面前 就如同皮肤面对着昊月 云青年永远都忘不了 当时被一星漠视的感觉 明明一星要除掉云青年 但一星却表现得无比随意 踩死一只蚂蚁般的随意 如果不是未来的自己及时出现 那时候的云青年也确实被一星踩死了 恩 高空之上 一星的投影眉宇突然一领 有那么一瞬间 他有种被盯上的感觉 他的后背不自觉传来一阵冷意 但他看向云青年所在的方位的时候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错觉 简然不是 到了一星这个层次 已经不会有错觉这种感知了 而狼门 出手吧 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唯一一次尝到神地血脉的滋味 老饕铁的声音 再一次想遍四周的天地 猛的 铺天盖地的黑烟 也就是玉外魔魂 一股脑涌向了一星四人 如果是他们本尊在场 一个照面就能抹杀这 数也数不清的玉外魔魂 但现在的他们只是投影 能动用的修为 连他们本体千分之一都不到 鼠目寸光 一星眼中闪过冷芒 他这话 自然是对躲在暗中的其他人所说 而后 一星等人出手了 哪怕只是投影 他们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远远超过天神境 甚至到了寻常神王的地步 成片成片的玉外魔魂 在他们的攻击下化作灰烬 奈何玉外魔魂太多了 数量数十亿计 等闲的手段 根本杀不完 孽畜 放肆 猛的 吴春飞突然爆喝一声 因为有上千只玉外魔魂 突破了金金羽的攻击 一把将金金羽包裹了起来 空 恐怖的金光 猛的站向四面八方 将金金羽围住的玉外魔魂 接在金光之中化为了灰烬 这时候下方地面的乱战也开始 到处都是惨叫声 到处都是硝烟 到处都是毁天灭地的爆炸 轰轰轰 巨大的尸骸都因为剧烈的战斗 而出现震动 玉外魔魂死伤也无数 不过相对于玉外魔魂的数量而言 此上的只是九牛一毛 云青年此时 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他的注意力 大部分在一星身上 当然 他对吴春飞跟金金羽也颇为关注 毕竟吴春飞跟金金羽 跟云念蕾有着不浅的仇怨 若找到合适的机会 云青年不介意先帮云念蕾讨回一些利息 与此同时 云青年心里 还有几分疑惑 他总觉得一星四人此前的话有些不对劲 好似在故意对谁说一样 这个对象 不像是另外几个神帝级势力的继承人 神帝级的势力 当然不会是一条心 因为他们的竞争从来没有休止过 但不是一条心 不代表他们就会不惜一切的斗 尤其是眼前的局面 他们必须站在一条线上 圣光普照 万魔陨落 金金羽猛的一声爆喝 圣光度势 诸邪消散 吴春飞也爆喝一声 金金羽跟吴春飞身上 双双绽放出无比圣洁的光芒 远远看去 他们二人就像是宵进黑暗的太阳 数以千万计的玉外魔魂 在圣光之下消散 化作漫天的鸡粉 紫微星芒 磕尽诸邪 一星食指掐动 凭空之中招来一片星域 这星域是虚幻存在 但却绽放着万千星芒 给星芒沐浴到的玉外魔魂 全部燃起白色火焰 而后花为了灰烬 粗略一算 一星这一招 至少湮灭了上一指的玉外魔魂 剑种降临 飞剑万千 魏如雪也掐动食指 施展了恐怖的大招 他的身后浮现一片虚幻的剑种 数不清的飞剑 从剑种之中飞出 穿过一支支玉外魔魂 还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有数千万支玉外魔魂 被万千飞剑绞杀 布阵 一星又再次喝道 以星芒为阵眼 以圣光为源泉 吴春飞跟金金宇同时喊道 以剑种千万计飞剑为武器 魏如雪爆和一声 也将虚幻的剑种 植入了大阵之中 啊啊啊 人类 你 你们快助手 老饕贴气急败坏的声音突然响起 数十一指玉外魔魂 经过以星四人大招的洗礼 已经损耗了好几亿指 如果以星四人联合不下的大阵 在展露锋芒 剩下的玉外魔魂 只怕会一个不剩 以星四人没有理会老饕贴 大阵成形的瞬间 就形成恐怖的光照 将老饕贴的尸骸全部笼罩了起来 吴春飞跟金金宇提供的圣光 成为了这座大阵运转的能量 以星则以星芒为阵眼 掌控着整个大阵 大阵成形的瞬间 魏如雪的剑种 就爆射出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的飞剑 这些飞剑 好似都长着眼睛 物刺地射像一只又一只的魔魂 这是恐怖的屠杀 而且是同时有上千万只飞剑在屠杀 哪怕玉外魔魂的数量 恐怖到了 数十亿计 也经不住这么多飞剑的屠杀 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就有十亿以上的玉外魔魂 折损在了飞剑之下 在这样持续下去 不出两刻钟 剩下的玉外魔魂就会被消灭一空 老饕贴 乖乖让出龙坤 可饶你灵魂不死 主持大阵的一心 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本作绕不了你们 老饕贴怒之癫狂的声音响起 而狼们相互撕沙巴 用最快的时间养出魂主 老饕贴这话一出来 无论一心四人 还是云青年 间面色大变 第2783章还有后手 魂主就如同羊骨之树 培育出来的古王 剩下的玉外魔魂 还有树以十亿指 如此恐怖数量的 玉外魔魂培养出来的魔魂 其恐怖战力 甚至会超过神王 是超过神王 一旦魂主顺利养成 那对在场的人而言 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 分割战场 一心四人 哪怕这个时候 都还是无比的冷静 秋秋秋秋 原本聚龙一块的四人 猛的飞向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别有洞天 内涵乾坤 空间分割 别有洞天 一心 吴春飞 金金雨 为如雪四人的投影 都抱贺一声 动用阵法将各自所在的区域分割 成一方天地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防止所有玉外魔魂 聚拢到一起 再次合体 一心又抱贺一声道 一心所说的合体 指的是将四人汇聚一块 然后借助阵法之力 对玉外魔魂形成普杀 空 空 空 无数玉外魔魂 不断冲击着阻隔他们的阵法 一心四人 这时候已经重新聚龙到了一块 正光普照 万魔陨落 正光度视 猪邪消散 紫薇星芒 苛进猪邪 剑种降临 飞剑万千 一心四人顾忌重施 将各自分割的天地内的玉外魔魂 又绞杀了数一指 老饕天恼怒无比 可诡异的是 他仿佛除了操控玉外魔魂外 竟做不了别的事情 可恶 是你们逼本座的 老饕天歇斯底里的声音响起 而狼们 用你们的血肉 为本座重塑肉身吧 你们放心 本座到时候一定会为你们守刃仇人 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老饕天声音当落 充斥在尸骸上空的玉外魔魂 突然开始自爆 轰轰轰 一心四人布下的阵法 还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被无数玉外魔魂的自爆炸开 无数血肉从半空坠落 整个天空都变成了血红色 增白的尸骸 染上这些血肉后 竟然焕发出来生机 但这生机 给人一种悚然的感觉 像是有魔鬼从地狱爬出来一般 一心 吴春飞 金金宇 为如雪四人的投影 面色颇为阴沉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突然看不懂老饕天玩的把戏了 老饕天明明夺赦了龙坤 为何又要借助原本的肉身复活 从他布下的种种后手来看 哪怕覆灭不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想逃走 绝不是难事 可现在 他却借助了原本的饕天之躯复活 一心四人看不懂的地方就在这里 绝脉而言 饕天连给龙坤提鞋都不配 未来潜力而言 龙坤只要顺利成长下去 未必没有成就神帝伟业的可能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能思考的动物 都不会做饕天眼下的选择 你们 今天都要死 老饕天声音再一次响起 这一次 不是从地底深处响起 而是从他嘴巴发出来的声音 经过数以十亿计 域外魔魂的血肉的浇灌 老饕天的肉身已经恢复了过来 不好 我们快跑 栖身在老饕天尸骸上面的人 此时都乱做一团 全都飞到半空 空 哗啦啦 猛的 老饕天从地下站了起来 他那巨大的身躯 经过无数飞沙走时 整片天地 都被尘土弥漫 紫威神帝的后人 老饕天第一时间看向了一星 一星则是阴沉不语 你们来自昆仑道场 老饕天又看向了吴春飞跟金金语 至于你 应该来自魏家吧 老饕天看向魏如雪的时候 目光也虽然无比 一星四人面色都很难看 他们知道老饕天能道出他们的底细 是因为老饕天看出了他们使用的功法 可惜只是投影 否则本作一定要让你们永不超生 老饕天开口说道 近乎是咬牙切齿 而后无数触角从他身后飞出 这些触角 戏如发丝 但因为铺天盖地 密密麻麻 所以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 一星四人岂会束手就擒 他们第一时间动用护体光照 随后都打出恐怖的攻击 轰轰轰 整片苍穹 瞬间就被恐怖的爆破冲斥 一星四人节节败退 身影不断后退 很快就到了振臂面前 一星四人相视一眼 而后接动用各自最强攻击轰向振臂 这个举动不难看出 他们动了撤走的念头 不过他们出手的瞬间 老饕天突然加强了振臂的韧性 空空空空 次到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同时响起 振臂不仅没有破碎 反而将一星四人振飞出去 秋秋秋秋 猛的 四条婴儿手臂粗的触角 从老饕天身上飞出来 都给本座去死 老饕天爆喝一声 这四条触角分别贯穿了一星四人的身体 吞噬万物 老饕天的触角 出现恐怖的吸扯之力 将一星四人体内的能量吞噬一空 还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 一星四人的投影就干扁了下来 老饕天似乎有意留他们一命 所以给他们四人留下了最后一缕能量 防止他们的投影一下子消散 空就在这时 阵壁外面 一道恐怖的剑芒暴射而来 一下子就将阵壁贯穿了一道口子 几乎同一时间 一道风度翩翩的年轻身影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隐匿在人群中的云青年 看到这道身影的时候 呼吸不自觉一致 这道风度翩翩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云念磊 吴春飞 金金宇 魏如雪 我们又见面了 云念磊出现后 目光就落在了他们三人身上 云念磊 吴春飞跟金金宇都目光怨恨的看向他 倒是魏如雪 有些不敢接触云念磊的目光 可惜你们三人都是投影 真的太可惜了 云念磊摇头 语气略有几分遗憾 投影毁灭 对本体的影响很小 说是微乎其微都不为过 这么快就到可惜 会不会太早了 冷不丁地 吴春飞突然冷笑了一声 云念磊 抱歉了 既然已经结仇 那我只能一条路黑到底了 魏如雪也开口道 下方人群中 云青年瞳孔不由一缩 他们几人不是被老饕贴抽空能量了吗 第2784章早有后手 一切是局 一路黑到底 云念磊不由看向了魏如雪干瘪的投影 云念磊目光很平静 他淡淡地说道 我并不介意覆灭整个魏家 覆灭魏家 哈哈 魏如雪突然大笑起来 再也不见刚见云念磊时的 愧疚 云念磊 本公子无意针对你 怪就怪你长得太像一个人了 就连信都跟他一样 一心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云念磊 你是不是以为这时候出现 就能把我们的投影一网打尽了 现在就觉得胜券在握是不是太早了 吴春飞跟金金语相继冷笑道 都出来吧 一心这时候突然叫道 又有五道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中 他们五人 也出自神地级的势力 而且也都是继承人 而且他们五人不是投影 而是分身 实质的分身 你是不是以为 我们投影要陨落当场了 确实是如此 但很不幸地告诉你 我们这次还出动了分身 吴春飞画音刚落 一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是分身 随着分身出现 吴春飞变得干瘪的投影 彻底消散不见 金金语 魏如雪 以及一心的分身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现身 这就是你们的后手 于念蕾目光扫过全场 眼中不仅看不到半点凝重 反而闪过一缕不屑 在他眼中 这些人的投影与分身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只要他愿意 杀他们投影与分身 都如土草剑一般轻松 一心躺这趟浑水 起码还编了一个理由 你们五人呢 于念蕾又看向另外五人 这五人也出自神帝级的势力 于念蕾当然不想莫名其妙 就跟他们五人为敌 昆仑道场开出了我们无法拒绝的架码 这五人几乎是一口同声道 原来是收了好处 于念蕾淡淡淡点头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将你们的分身全部回去了 于念蕾话音刚落 恐怖的寒流 从他身上席卷出去 这些寒流 瞬间就将空气解冻 使得整个苍穹都布满了寒霜 仿佛连时间都不需要 整片天地就变成了冰封世界 就从你先开始好了 于念蕾开口的时候 锁定了一心的气息 你刚才那番话 若是胡言乱语也就罢了 若是事实 于念蕾说到这里 眼中猛的绽放杀鸡 不仅你的分身要折损 我他日还要斩你本体 一心刚才说 他之所以对于念蕾出手 是因为于念蕾长得像一个人 而且也同样姓云 如果一心不是胡言乱语 所说都是实话 那就说明他认识云青年 而且还跟云青年结了仇怨 于念蕾如今已经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不是云轩 而是云青年 他岂会容许父亲的仇人 活在这个世界 魔盗贼子 也敢在本公子面前大言不惭 一心冷笑一声 直接出手攻向于念蕾 一心身影所在之处 凝结的寒霜直接化作鸡粉 仿佛连时间都不需要 一心的杀招就轰在了于念蕾身上 不过想象中的轰鸣声并未出现 于念蕾挨了一心杀招后 身影不见半分挪动 脸上的神情也依旧平静如水 太弱了 于念蕾淡淡说道 你的分身 还不足以伤到我分毫 话音刚落 一心整个人就被震飞出去 半课中 一心口中喷出了一口大雪 吴春飞 惊惊雨 魏如雪 耿人健壮 眼中无不闪过震惊之色 一心的分身 至少有镇压神皇之力 至至少 也就是说 一心的分身 战斗力早就超越了神皇 于念蕾竟然只凭借反正之力 就将一心重创吐血 于念蕾如今的修为 境界强到了何重地步 于念蕾 你 你如今是什么修为 吴春飞抽了一口冷气道 怎么 你连我修为都判断不出吗 于念蕾看向吴春飞 眼中有着毫不掩饰的讥讽 我仅仅看你这句分身 就能判断出你本体如今的修为 于念蕾说完 目光又扫过其他人 你们本体皆是神君 天神之上是神王 神王往上就是神皇 神君 神君在神界 已经是超级高手 哪怕在上神界 哪怕在神帝级的势力里面 都是手握大权的霸主 说说你认识的长得像我的人 于念蕾开口的时候 身影已经顺移到了 一心的分身面前 一心分身已经受了重创 仅仅一个照面 就被于念蕾用神力禁锢 怎么 难不成你还认识那人不成 一心冷笑一声 只是分身被禁锢 他自然无需恐慌 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折损一句分身罢了 你说他长得像我 又是以云为信 说说他的全名 云念蕾又说道 哈哈哈哈 本公子哪怕说了 你也不可能认识他 对方不过是一个来自低等 未面的贱民罢了 一心冷笑道 云念蕾瞳孔却是一缩 看来一心真的认识他的父亲 云青年 云青年来自东方宇宙 用神界的说法 东方宇宙就是无数低等未面之一 你在他手中吃过亏 云念蕾又问道 本公子吃亏 哈哈哈哈 你觉得本公子会在一个低等未面的贱民手中吃亏吗 一心忍不住怒笑道 但这怒笑 却给云念蕾一种恼羞成怒的感觉 云念蕾本来还对一心抱有几分杀鸡 感觉到一些内情后 这杀鸡也就消散了 以他的能耐 只要他来到神界 一心算什么 一家又算什么 云念蕾心里说道 他自然是指他的父亲 云青年 你们还在等什么 真要等到本公子折损一句分身 一心冷哼的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 他这话 自然是对吴春飞等人所说 诸位 一心所言不错 再玩下去 就容易玩出火了 吴春飞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那就开始吧 其他人也都点了点头 看向云念蕾的目光 瞬间浮现刺目的寒芒 第2785章云青年出手 包括一心在内 九个神帝及势力继承人的分身 皆从空间戒指里面取出了一面旗帜 这旗帜周身都散发着星光 还有星辰投影若隐若现 这星辰投影影现之际 时间 空间 乃至整个世界都仿佛停止了运转 看到这九面旗帜 云念蕾瞳孔猛的一个收缩 这是神帝用意念炼制出来的旗帜 蕴含着一缕神帝威严 布阵 一心率先开口说道 九面旗帜 顿时飞了出去 将云念蕾四方天地全部包裹起来 哈哈哈哈 云念蕾 是不是很意外 是不是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会有如此充足的准备 吴春飞放肆大笑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怕告诉你 龙坤的消息 就是我们昆仑道场放出去的 为的 就是以你道来 你果然来了 而且还是本体亲自降临 云念蕾 束手就擒八 今天你必会丧命于此 金金雨淡漠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云念蕾看向金金雨淡漠的眼中 闪过一缕杀鸡 这是一个差点就让她动情的女人 也因为金金雨的背叛 导致她在昆仑道场身败名裂 云念蕾 你没机会了 哪怕你身后的魔主都救不了你 魏如雪也冷冷地看着云念蕾道 她口中的魔主 自然是指云海魔镜的主人 不出意外 云海魔镜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吴春飞又宁笑道 六个神帝 一个魏家老祖 以及我们昆仑道场的道主 他们八人同时出手 云海魔镜只怕要不复存在了 这一刻 云念蕾终于色变 理论上神帝是不死的 因为神帝到了无无的境界 云海魔镜的魔主 也就是云念蕾如今的师尊 虽不是神帝 却是跟神帝同一个层次的存在 所以理论上 云海魔镜的魔主也是不死的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 相当于八个神帝 同时出手针对魔主 这种情况下 魔主哪怕能逃过一劫 也必定会重伤 至于云海魔镜 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要不复存在了 之尊 虽然你早就料到这些 但你可没说过要如何应付这一局 云念蕾心里嘀咕道 哼 九面旗帜 猛地爆发出恐怖的神帝威压 哪怕是云念蕾 在这一刻都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神帝威压太恐怖了 尽管这威压 只是一缕意念散发出来的威压 但只要跟神帝扯上关系的东西 对神帝之下的生灵来说 都是史诗一般的压迫 云念蕾 我们当然知道你也会有后手 比如 你必定也会有蕴含魔主意念的物品 但只是这样 可不够看 吴春飞又冷冷说到 他已经调动他控制的纳面旗帜 席卷出恐怖的气劲攻向云念蕾 几乎是同一时间 云念蕾眉心里面 就飞出了一枚匕首 匕首出现瞬间 席卷向他的气劲 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云念蕾就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师尊 只能请动你投影降临了 云念蕾说话的时候 制出了一枚玉剪 但这玉剪裂开后 只是冒起一团黑烟 而后 整块玉剪就化为了灰烬 哈哈哈哈 整个云海魔镜都被封锁了 八个神帝级的志强者同时出手封锁 你身后的魔主 怎么可能还做得到降临投影 吴春飞在一次放肆大笑道 谁听你废话 云念蕾一手抓住匕首 而后幻化出恐怖的剑芒 一把刺向了吴春飞 有魔主意念附体 其他神帝意念的威压 已经压制不了云念蕾 我只是一句分身 可没兴趣跟你正面较量 吴春飞冷笑的时候 整个分身顿入了旗帜里面 也就是施加了昆仑道场的道主意念的旗帜里面 下一刻 这面旗帜就卷起滔天骑气盲轰向云念蕾 晶晶雨 魏如雪 以及一星三人 也在这时调动旗帜攻击云念蕾 驱空身法 云念蕾爆和一生 身影第一时间引入虚空之中 只不过面对注入神帝意念的法宝 云念蕾还不到一个呼吸 就重新被逼了出来 空 空 九面旗帜又一次回归大阵 接着向蕾收缩 将云念蕾活动空间不断压制 千帝真解第七世 帝雪冰解 云念蕾以一滴自身血液为代价 发动了云青年创造了功法 帝雪冰解又依托着匕首 而这枚匕首则有魔主的意念在里面 云念蕾施展帝雪冰解的瞬间 整天天地都为之寂静 一星 吴春飞 这些人哪怕有神帝意念的法宝护体 都在这一刻感到一阵窒息 这是什么功法 竟然给我们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莫非云海魔镜的魔主 连神帝及功法都传给云念蕾了 这不可能 神帝之下的生灵 强行修炼神帝及功法 可是会遭到冥冥之中的天谴 一星九人 都在用神识交流 空猛龙 恐怖的爆破猛的展开 大阵里面的空间 瞬间湮灭成了虚无 也亏了有九面蕴含神帝意念的旗帜互助 否则刚才的爆炸 都可能让整个三都傲化作虚无 苍穹下方 包括云青年在内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念蕾还不能完全施展出地雪冰解的威力 否则刚才那一击 足以击破那惊奇大阵 云青年低声说道 这一刻的他 双全早就握成一团 他的亲生孩子 此时被移众人围攻 而且 处在了明显的弱势 他怎么可能不急 他内心的杀鸡 甚至浓郁到可以焚天竹海了 昆仑道场 一家 魏家 以及另外五家 云青年低声嘻喃 你们最好期待念蕾没事 否则 云青年周身 已经弥漫出了淡淡的火焰 这是怒气所化 自从失去三破后 云青年还是第一次 涌现如此强烈的情绪 魂像兽 云青年开口说道 语气冰冷到了极致 帮我抵御神地意念产生的威压 云青年开口说道 这是命令 不容置疑的命令 第2786章 云青年强势镇压 九面注入神地意念的旗帜 一下子爆发出恐怖的光芒 九道光芒汇聚一块后 形成一道若眼可见的巨网 这巨网不算大 只能将方圆千米笼罩起来 云青年则被困在了里面 扑 一个照面 云念蕾口中就喷出了一口大雪 云念蕾虽然是本体降临 但在九旅神地意念面前 还是太弱小了 如果说云念蕾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那么九旅神地意念形成的光芒 就是刺眼的烈日 火焰焰能与烈日争辉 联手 绝杀 一星发号司令道 下一刻 一星九人食指开始掐动 打出一道道手印 随着手印叠加变多 云念蕾受到的压力愈发恐怖 光芒里面 云念蕾已经无法行动 浑身轻筋抱起 七窍隐隐都浮现出了血丝 再这样下去 云念蕾迟早会暴体而亡 浑象兽 云青年猛的爆喝一声 身影已经条件反射的冲向高空之上 好 我可以为你抵御神地意念 但今日之后 我将会陷入漫长的沉睡 浑象兽开口说道 与其带着几分悲凉 他不复全盛时期 一身魂力比上位神都强不了多少 这种情况下 还要抵御神地意念 后果有可能让他万劫不复 空 云青年身上爆发出恐怖的魂力 这魂力第一时间就为云青年抵御住了 来自神地意念的威压 银 恐怖的龙银声猛的响起 只见云青年身后浮现一只巨龙虚影 随后带着巨龙虚影的重拳 猛的轰向了神地意念幻化而成的光网 轰猛龙 哪怕是神地意念汇聚而成的光网 都出现了恐怖的震动 如今的云青年 施展灭龙咆哮拳 产生的动静实在太恐怖了 哪怕是天神静的存在 都要被一拳湮灭 不过光网虽然震动不已 却依旧没有遭到半分破坏 当然 云青年也没指望一拳就能轰碎光网 因为这光网是由神地意念所化 就连如今境界莫测的云念磊 都被光网困住 云青年这一拳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给云念磊争取喘息的空间 果不其然 原本被光网死死压制的云念磊 一下子获得了行动的空间 绝技 魔主之影 云念磊猛地血迹了一滴精血 从无尽空间之中召唤来了一道虚影 看到这道虚影 一心九人全部色变 这是云海魔镜的魔主 不过很快 他们又送了一口气 这虚影并非魔主投影 只是云念磊用精血制造出来的 当然 虽不是魔主投影 但毕竟也是厌品 而且是仿真度极高的厌品 盖天神龙 云念磊已极快的速度掐了一个手印 他身后的魔主虚影 猛地变成一条黑色的巨龙 这巨龙 竟是实质化的龙 银 黑色巨龙猛地冲向光网 光网瞬息间就出现了裂痕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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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巨龙不断冲击 约望时刻呼吸的时间 光网就被冲出一道直径过百米的破口 念磊 将你匕首借我 云青年的声音 在云念磊耳边响起 你 你 你真的来神界了 云念磊身子一个颤抖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云青年 不过很快 云念磊就将匕首投射到了云青年手中 云青年一把握住匕首 恐怖的剑气 从他身上席卷而出 念磊 看清楚了 云青年开口说话的时候 周身缠绕的恐怖剑气 变得更加肆虐澎湃 千帝真解第七世 地血冰解 下一刻 整个天空失明 哪怕是神石 都只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咔擦 一心所控制的 注入了神帝意念的旗帜 略成了数百道 甚至上千道的碎片 紧随其后 咔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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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春飞 金金语 未如雪巴人所控制的旗帜 也都化作无数碎片 云青年所持有的匕首 注入了云海魔镜的魔主的意念 云青年用这柄匕首摧发的地血冰解 自然可以摧毁其他注入神帝意念的法宝 看清楚了吗 云青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两道目光 在真空交织到了一块 云青年因为缺失三破的缘故 他的目光无比平静 平静道 足以用淡漠来形容 云念蕾则不同 他在激动 无比的激动 甚至隐隐地 还有金银在瞳孔里面泛着 庄引号 爹 云念蕾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才将爹这个字眼喊了出来 但就算用尽了所有力气 云念蕾的声音还是显得微弱 因为他声音带着几分哽咽 三千年了 我 我终于又见到了 让我可以寄托情愫的人 云念蕾说道 只不过这话 他是在心里说道 云青年看着云念蕾 仿佛读懂了他所有的情绪 云青年想到了 他还是凡人时 坠入仙界的那三千年 那三千年之中 云青年几乎每一天都被无尽的孤独 寂寥所包围 云青年当时的经历 与现在的云念蕾 如出一辙 云青年 你 你 你竟然来到了神界 亦青满是震惊的声音响了起来 谁给你的勇气 敢对吴尔出手 云青年开口的时候 已经看出一只手掌 瞬间就将亦青的脖子扼住 吴尔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亦青直到这时才恍悟过来 怪不得都姓云 也怪不得两人长得近乎一模一样 原来云念蕾 是云青年之子 猛的 亦青又想到了一个事情 云念蕾是云青年之子 那他的母亲 该不会是李染竹吧 滔天的杀气 从一心心底涌现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一心将会封魔 彻底的封魔 因为李染竹 还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 一直以来 一心也一直将李染竹视为 自己的女人 她 个母亲是谁 一心咬牙切齿 一字一字的说道 告诉子卫神帝 一家九族 我云青年预定了 云青年达菲索问道 而后 云青年一把 湮灭了一心的分身 第2787章 自身难保 分身死亡 对本体已经可以造成影响 而且是不小的影响 如果遇到一心处于突破前期 那么分身的损失 甚至有一定的可能会造成 他这辈子就困在当前的境界 不好 大阵被迫 一心分身被杀 此人是谁 为何跟云念蕾掌的一模一样 剩下的八人 面色全部大变 吴春飞更是第一时间喊道 快动用最后的底牌 否则我们将要面临一新的境况 吴春飞画阴刚落 袖子里面就非出一枚玉玉剪 而后化作一团光影 他这是在召唤昆仑道场的道主的投影 为如雪几人 也都做了跟吴春飞一样的举动 这一意 由昆仑道场主导 收服龙昆指示目的之一 杀云念蕾也是重中之重 云念蕾展现出来的潜力太恐怖了 所以哪怕是昆仑道场的道主 都不愿云念蕾活下来 哈哈哈哈 云念蕾 虽然突然冒出一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但你只怕死都没想到 我们还有后手吧 你不能召唤云海魔镜的魔主 但我们却可以召唤我们背后的神地投影 吴春飞再一次凝笑出来 魏如雪 晶晶鱼等人也都是冷笑的看着云念蕾 云青年突然出现 确实出乎他们的预料 但他们的底牌 也足以应对任何变故 神地投影又如何 云青年冷酷之急的声音响起 无而少一根汗毛 都要你们九族偿还 云青年的左手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缕意念 一个神秘人的意念 云青年刚来神界时 所处之地还是燕山大地 但是一闭眼之后 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期间沉睡了三千年之久 这三千年下来 云青年脑海不断回旋一句话 不能忘 死也不能忘 还有一幅幅他所在乎的人的影像 这仿佛在告诉云青年 不要变得冷酷 不要变得绝情 以至于 云青年还被种下了一个诅咒 如果三年内 云青年不能找到一个值得他用性命守护的人 那他还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一开始 云青年还会疑惑 还有困惑 但随着醒来的时间变长 很多问题他已经理清 只不过 他不愿意去接受 他想到的一些答案 与此同时 他还在猜到了 让他陷入昏迷的神秘人的来历 神秘人是女的 如果不出意外 他来自未来 来自于未来的他一个时代的未来 云青年手中的意念 就是来自未来的神秘人的意念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只要云青年捏碎这团意念 就可以召唤来自未来的神秘人 一开始确实是弱势 云念蕾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不过现在 我们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当然 这多亏了 云念蕾说到这里 突然又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到 爹的出现 否则我今日真可能陨落自此 哈哈哈哈 死到临头了 都还在嘴硬 面对神帝投影 除非也有神帝投影出手 否则你们拿什么化解 接下来的危机 云海魔镜已经被封锁 云海魔镜之主自身都可能难保了 现在可没能力救你们 第2788章云念蕾的局 吴春飞几人虽然笑得猖狂 也认为自己等人胜券在握 但他们心里 也隐隐出现几分 不好的预感 因为无论是云青年还是云念蕾 都给人一种 成竹在胸的感觉 仿佛 他们还有什么底牌一般 爹 不要动用任何底牌 云念蕾突然看向云青年 不需要 也没必要 本来杀鸡盎然 准备捏碎那里神秘人意念的云青年 不由冷静了下来 还不等云青年发问 云念蕾就接着说到 今日这一意 看似孩儿被设计 可实际上 这一切 都在孩儿与师孙的意料之内 只可惜 哪怕孩儿拿自己性命做赌注 也没有让他们本体降临 云念蕾口中的本体 自然是指吴春飞等人 云青年眉宇微微一挑 云念蕾这番话 可是透露了极多的信息 看似云念蕾被设局 可实际一切都在云念蕾 与他师孙的掌控之中 也就是将计就计 亦或者说 这个局就是云念蕾跟他师孙不下的 他们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将吴春飞等人的本体引来 事业一直以来 都是师孙的作技 只不过后来受了重创 选择了涅槃重生 云念蕾这时候又开口说道 忘了告诉爹 事业就是老饕铁的名字 至于龙坤 他在诞生之初 就遭遇天谴 正常情况下 他不可能存活 不过师孙用了瞒天过海的秘术 让龙坤的精魄保存了下来 昆仑道场会得到龙坤消息 是孩儿有意放出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引吴春飞亲自到来 这里面算是变数的是 昆仑道场保密功夫做得不到位 让另外几个神帝得到了消息 也因为如此 昆仑道场就将错就错 将消息全面放出 以便让孩子知道 云念蕾说到这里 云青年已经了解很多信息了 原本云念蕾跟他师孙的目的 只是坑杀昆仑道场的人 但因为昆仑道场消息走漏 所以引入了其他神帝参与 昆仑道场这时候又故意放出消息 想要做局坑杀云念蕾 并且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昆仑道场还联合其他神帝 去牵制云念蕾的师孙 以便让其腾不出手救云念蕾 我师孙确实被他们牵制了 无法出手护我 可同样的我师孙爷早就在云海魔镜布下了天罗帝王 这天罗帝王虽然杀不了其他神帝 但也足以牵制他们 所以他们的投影也无法降临这里 云念蕾开口说道 诚如他所说 吴春飞等人用来召唤神帝投影的物品 敲散之后 依旧没有换来任何东西 怎么回事 为何我召唤不了太爷爷的投影 老祖的投影为何还不降临 为何会如此 吴春飞 金金宇 魏如雪巴人都慌了 他们发现情况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就在这时 云念蕾的身影 突然冲天而上 飞向了更高的虚空 从下方看上去 隐隐能看到云念蕾身后浮现出一只遮天蔽日的巨龙 这巨龙又跟寻常的龙族不一样 因为这巨龙还有一双 同样遮天蔽日的翅膀 马上就有人认出 这是龙昆 第2789章追魂诅咒 这一幕不仅是吴春飞等人愣住 就连云青年眼中 都闪过一缕意外 在结合云念蕾此前的话 云青年马就想通了很多事情 赤燕 也就是老饕贴 他是云海魔镜之主的坐骑 那龙昆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云念蕾此前就说过 龙昆诞生之初就遭遇天蔽 正常情况下是活不下来的 但云念蕾的师尊用满天过海的秘术 将龙昆的金破保存了下来 早在三年前 我就已经将龙昆收服 将其炼化为了我的本命化身 云念蕾悬浮在高空之上 目光计讽地看着吴春飞等人 昆仑道场发现龙昆的踪迹 不过是我故意透露罢了 因为龙昆是我 我既是龙昆 云念蕾化音刚落 他身后浮现的虚影 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实质化 只不过实质化的同时 龙昆的虚影也逐渐变小 而后变得 跟正常的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这 这怎么可能 吴春飞等人满是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你竟然炼化了龙昆 而且还将他变成你的本命化身 震惊过后 吴春飞又变得极度无比 本命化身 也就是另一个身体 就如同曾经的云青年 拥有星空巨瘦的身体一样 尤其是 龙昆是传说中的生物 只要不陨落 就能自然成长为比尖神帝的存在 昆仑道场欠我的 我一会一笔一笔清算回来 云念蕾冷冷地看着吴春飞跟晶晶语道 魏如雪 也恭喜你给魏加埋下了灭门之祸 云念蕾看向魏如雪时 眼中也闪烁着刺目的杀鸡 那件事上 魏如雪虽然只是帮凶 但云念蕾对魏如雪的杀鸡 一点都不亚于吴春飞跟晶晶语 杀人不过头点地 魏如雪对云念蕾所作所为 已经不是单纯的结怨了 云念蕾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今日这一意 确实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但对我们来说 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折损了一具分身罢了 若是寻常人 折损一具分身还会肉疼 但你觉得以我们这些人的身份 会在乎区区一具分身 吴春飞冷冷说道 他这话也没错 分身折损确实会对本体造成影响 可别忘了 他们身后 都是有神帝的存在 只要神帝出手 别说折损一具分身 就是一百句 一千句都不算什么 知道追魂诅咒吗 云念蕾突然冷冷说道 一听到追魂诅咒四字 吴春飞等人面色顿时大变 这是一种禁术 一种伤敌一千字损八百的禁术 可以通过分身 乃至投影 做到重创本体的秘术 不过施法者 也要付出相同的代价 比如 云念蕾如果用追魂诅咒 重创吴春飞的灵魂 那么云念蕾的灵魂 也会遭到同等的伤害 云念蕾 你疯了吗 对我使用追魂诅咒 你自己也会遭到同等的伤害 吴春飞不由恼怒道 谁告诉你 我也会遭到同等伤害了 别忘了 我既是龙昆 云念蕾冷声道 第2790章转嫁龙昆 追魂诅咒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伤敌一千字损八百 在伤敌之前 施法者已经受了重创 而后再将同等的伤害 转嫁到对方身上 也因为如此 追魂诅咒才会让人文风色变 哪怕是神帝 听到追魂诅咒都要斟酌一番 因为如果施法者同样是神帝 就可以用伤敌一千字损八百的代价 使得对方受到重创 而追魂诅咒之所以叫追魂诅咒 是因为他是一种诅咒 以自身为代价发动的诅咒 切穴来说 是以自身灵魂为代价发动的诅咒 云灭蕾发动追魂诅咒的瞬间 吴春冬等人身上就冒起了一团黑烟 几乎同时 远在无法计量的意外里外的昆仑道场 魏家吴道疆域 金语疆域 都响起了恐怖的嚎叫声 昆仑道场是吴春飞跟金金语同时惨叫 他们的本体强行破开闭关的密室 身子在半空席卷出恐怖的黑烟 魏家的魏如雪 也面临了一样的惨况 吴道疆域是吴道神帝的道场 此时发出惨叫声的人 是吴道神帝的继承人 金语疆域等地方 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这些地方的掌舵者 都下意识要联系他们身后的神帝 但结果他们都失望了 他们用来传讯的法宝史中等不到回应 云念磊 是云海魔镜的云念磊 追魂诅咒 云念磊疯了 用追魂诅咒同时重创我们几人 吴春飞 金金语 魏如雪 以及吴道神帝 清语神帝等人的继承人 只透露一部分信息后 他们的本体就失去了意识 远在无法计量的意外里外的中神界 云念磊终于结束了追魂诅咒 刚结束诅咒的时候 他的面色无比难看 七窍也在溢着血液 样子无比吓人 给人一种随时都要倒下的感觉 这一刻就连云青年都紧张了起来 因为云青年清楚地感觉到 云念磊的灵魂变得无比虚弱 且有一股邪恶无比的腐蚀之力 在侵蚀他的魂力 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云念磊的灵魂就会消散 而且是魂飞魄散的消散 极短的瞬间 云青年的脑海就浮现了一个念头 动用吞天明诀 将云念磊灵魂上面的诅咒吞噬到自己身上 不过还没等云青年出手 云念磊的抱贺就响了起来 他的身外化身 也就是龙昆所化的肉身 仿佛化作一道漩涡 将本体体内的诅咒之力 也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过来 诅咒之力全部转嫁到身外化身身上后 身外化身也出现了一连串的负面反应 面色煞白 蹊跷流血 不过很快 身外化身的体内 就出现了另一种吞噬之力 这种吞噬之力 开始吸收诅咒之力 而后 正常的消化诅咒之力 龙昆出身之计 就是灵魂形态的存在 它可以免疫一切已知的灵魂伤害 追魂诅咒的伤害 对龙昆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而你们 本体将要承受难以治愈的伤害 云念磊说到这里 突然冷笑一声 吴春飞 金金语 魏如雪 这才是我对你们的报复 哪怕不能置你们本尊于死地 也要让你们承受 你们承受不起的伤害